我们之间误会重重 但事已至此 无论我们谁再往前多走一步 那都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今往后 你当你的哥哥 我做我的御厨 缘分已尽 让哥哥安好 冬冠 冬冠 张冬冠 冬冠 小绿 小绿 哥哥 你又演着了 快喝口水深渊气 拿酒来 我要喝酒 哥哥 这个时辰怎么能喝酒呢 会伤身的 拿来 草蓝 弹手 和 哪一样 和 呢 好 等我 和 罗哥 长通官 你怎么能如此对我 长旭将军 纳兰夫人 李承 你们都先下去吧 这是为何 不瞒长衣 其实我心中早已有了一种人 奈何情深缘浅 虽不能重成眷属 请长衣与我保持距离 真是皇上死我的好妻子 是谁借给你的坦子 敢这么羞辱长府 长衣无非有两种选择 一 向皇上和皇后告发我 让我受到违抗圣旨的惩罚 但此事关乎皇家的颜面 长衣这么做 对长家没有一点好处 二 长衣若是硬要了我 以我牙字必报的性格 定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诬告你 让你长府终日不得安宁 长衣 我们有夫妻之名 但不能有夫妻之事 若是长衣答应我 以后想拿多少娇气美切都可以 我还会在皇后娘娘面前说你的好话 保长衣荣华富贵 有意思 真有意思 真有意思 喝下此酒后 一言几出 惊欲不甘 喝下 喝下 哥哥 哥哥 你醉了 我们先回去吧 我没醉 哥哥 张东官 哥哥 哥哥再回去吧还是 张东官 你知道我这些年忍受什么吗 哥哥 你凭什么我失望 东官 哥哥你听我说 咱们先回去好不好 你放开我 你离皇后年人一定会责怪你的 哥哥听话 人群牛我忍够了 我不想再忍 东官 东官 张东官 你出来 东官 哥哥 你真的不要再说了 哥哥 您的叫暗声 我妈这宫里的人都停下了 您快歇息吧 你把张东官给我叫出来 这张大人今日不当职 早糟的就出宫了 出宫了 儿 您还来 来了 你是 锦贤 不 不 金贤哥哥 请问张冬关在吗 冬关啊 他去十里铺子了 一会儿子就回来 那我能进去坐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 快请进 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 是啊 这么些年都没变过 这些老舅的桌子 凳子 早就应该换了 可冬关不肯不让换 为何不让啊 冬关说了 这里呀 到处都是你们俩的回忆 不舍得 他还记得过去 当然记得 就算是想忘也忘不掉啊 格格宁嫁给长旭将军不久之后 冬关的父母就都去世了 这里就只剩下我和他舅舅 还有表妹照顾着 冬关不孝了 也不大爱说话 陈天把自己关在厨房里研究菜系 还冒着九死一生的机会 接近皇上去育前献菜 好几次都遭到刁难 我是着实地替他担心 可这孩子倒也真气 最后成了皇上的御厨 格格 您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吗 为了什么 是为了格格宁啊 东关 他没有一日不想你 可又不敢去长府找你 怕给你带来困扰 所以 只有成为皇上的御厨 才有可能有机会见到你 他有什么灵魂 是为了格格宁啊 我真的觉得你 是为了格格宁啊 你又是为了格格宁啊 你也不想你 是为了格格宁啊 你不想你 是为了格格宁啊 像不一样的 还是他为何对我如此冷的 师父 回来了 回来得正好 饭才刚做好 那坐下吃吧 这路上桂花飘香 我就情不自禁摘了些回来 可以做一些广汉糕 景贤最爱吃的 说来说去 都是为了景贤哥哥 怎么样 这次进宫看见他了吗 看到了 那有没有跟他说说话 我是不想接近他 他现在处于皇权贵咒之中 又遗伤寡居 我若接近他 定会带来很多麻烦 他又是一个忠于感情的人 一旦陷入 就难以自拔 况且皇宫中 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呢 我不能害他 那 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下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目前 我只能把菜做好 让皇上更加喜欢吃我做的菜 直到让他离不开我的饭菜 等到那一天 我在跟皇上说 求取景贤的事情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不过在这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打扰他 你怎么什么事都自己做住 不和我商量 格格你怎么来了 我们家格格 接着想要回府汤望夫人的缘由 特意前来拜访 往后格格还是不要随意出宫 这宫中人多眼杂 同且流言可畏 对格格的名声也不好 好 我听你的 等等 这饭菜刚就上 格格还没吃呢 饭菜都做好了 吃了再回了 你也不在乱菜 你也不在乱菜 我这不在乱菜 最后还不在乱菜 不在乱菜 还不在乱菜 什么菜 是不在乱菜 这是种菜 真没想到 你会为我做那么多事情 以后的日子还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研究出新的菜品 往往抓住皇上的胃 你就不怪我当时的决绝吗 不怪你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的功夫 那我一定会陪你演好这场戏 表哥 表哥我跟你说 这次你无论如何的 你都要帮我 这不是景贤哥哥吗 当初做了那么多 让我表哥伤心的事 你现在既为人父 还好意思来啊 芯婷 我和景贤的事 不用你管啊 就是好了上巴浪的疼 当初他高高兴兴嫁人的时候 你一个人欲欲管缓要死不活的 你心里 行了 你再不住口 你以后求我任何事情 我都不管了 行 那我不说了 今天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昨天去西夏寺烧销 你猜我看见谁了 我看见三个永章了 我好喜欢他 所以表哥你一定得帮我帮我 我要进攻我要见他 你这不是胡闹吗 皇宫是随意出路的地方吗 再说了 这三年一度的选秀 你已经弃选了 就再无资格入宫 你这脑袋关里每天都想什么呢 我又没想嫁给他 我就是想每天看见他 我要是能每天看见他 为奴为婢我都愿意 这忙帮不了 你不帮我 你确定不帮我 那好吧 那我就只好上街嚷嚷 皇后娘娘的一女景贤哥哥 擅自出宫 你旧情人共处的事 保证让她的脸丢干丢击 帮不帮我 真的帮我是吧 来人呢 丁萍 来人 快 回来 回来 我答应你 我真是怕了你 你哪是怕了我呀 你是怕景贤哥哥的名声受损 我可以把你送入宫 若三二哥不喜欢你 那我也无能为力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让三二哥喜欢我 这件事就麻烦德中公公了 张大人请放心 宫女太监的大小事务 都由我负责 到时候找个机会 把这位姑娘送在三二哥的宫前便是吧 多谢德中公公 多谢德中公公 敢问一句 这位姑娘为何非要去三二哥的身边 因为我喜 三二哥喜欢吃甜食 我这表妹又能做一手好的点心 况且眼下这局势跟着三二哥 也是有前途 放心吧 这件事情要给本公公 这就是你写的赠灾策略 漏洞百出 现在江南水患严重 已经淹了千起两天 可即便这样 那些大臣们还联名上书镇 说你是个德才兼备能计大统的皇子 可朕把他们叫到眼前问了他们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出所以然来 永章 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叫结党一孙 爸爸 儿臣冤枉 在朝堂之上联合众大臣 打压恶尔泰 替朕做了决断 你是想登上太子之位吗 还是想连朕的位子一起坐了 儿臣不敢 永章 历朝历代 基于皇位者没有一个得到善终的 你就叫大逆不道啊 朕现在就告诉你 你这辈子 也不可能继承朕的大度 你就撒这条心吧 皇上息怒 皇上署罪 永章绝无此意啊 求皇上息怒 求皇上息怒啊 还有你 身为永章的太傅 依然怂恿恿他 背乱朝纲 罪不可胜 不过朕 念你年龄大了 朕将你逐出宫去 今生今世 不得回京 为臣知错 为臣领旨 花马 花马 不过朕 师父 我该怎么办 老臣 我们 此次失策 毁了大气 往后 三阿哥一定 小心行事啊 三阿哥 这就有毒 三阿哥 这就有毒啊 来人 来人 慢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 你们才知道了 有人要杀我 三阿哥 三阿哥 您都两天没怎么吃东西了 好歹吃点吧 我给您做了生粥 你可不可以不要嫁给我 我最讨厌你这种 没有规矩的人 我们还没有成绩 你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 我 你就这么想坐 地附近这个位置吗 不是的 三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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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三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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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说什么 三阿哥请不要误会你君 工人们见你 已经两日不尽油盐了 都很担心你的身子 却又害怕被您斥责 所以就让我来劝慰三阿哥您 如果三阿哥不喜欢 那我再也不来便是了 但无论如何 还请三阿哥保证身子 像你这种贪图权势的女人 把阿哥最为反感 你还不是我的地附近 你管什么呢 就算以后是 那你也休想管治本阿哥 三阿哥 三阿哥 一军姑娘 这大半夜的 怎么一个人摔在上面 天太黑 你注意到路 小心滑倒 我不是三阿哥 不 是我自己不小心滑倒的 那我送姑娘回去吧 不用了 姑娘 要不咱们去御膳房 找些吃的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又不是什么正经的主宰 不过是个普通的宫女罢了 惊扰过的别人 你怕惊扰别人 就委屈自己啊 那如果一会儿你饿晕了 岂不是惊扰到更多人 到时候上边怪罪下来 你这个好心不成了坏事了吗 来 碧着我 来 碧着我 做点肉茶 来 碧着我 好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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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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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官 你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 多谢张大人 快尝尝吧 这死你觉得馄饨 天凉了 吃些热的暖暖身的 快吃啊 好 好 笋子爽脆 决菜中还带着一股独特的野香 虽然已经入秋了 但还是能从这道菜中 吃出一股浓浓的春日气息 是啊 这是寻常百姓最爱吃的一道菜 世人都以为这皇家的御膳 才是最美味的 但这其中的味道 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 这寻常百姓的饭菜就不同了 食材常见 做工简单 吃起来 能有一种幸福的饱俗感 不仅倾心如肺 而且还能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有人总觉得 稀有的食材 才是最高贵的食材 大醋特醋 殊不知 这最好吃的 就在眼前 多谢张大人今晚的饭菜 让倪君 在这根深入重的夜里 感到了一丝温暖 张大人今天所说的话 倪君记住了 那我先告辞了 姑娘我送你吧 不用了 以后我可以经常过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行 好 OK 好 好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来吧 我来吧 相儿 奶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错了 她这不是贤勤 是想救她 情不知所起 而以往情深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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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